槍擊事件發生時 禮巴嫩首都貝魯特街頭正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 抗議者要求當局罷免負責審理去連貝魯特港口爆炸案的主審法官 然而示威期間 突然有身份不明的武裝人員向人群開火 頓時槍聲大作 人群四散奔徒 當局說 不明武裝人員的襲擊目標是當日參加示威活動的抗議者 這些抗議者都是十業派穆斯林 當日的示威活動就是由真主黨召集 槍擊事件發生後 禮巴嫩軍方迅速介入 並警告將向貝魯特街頭的所有非軍方武裝人員開火 目前槍擊事件已經造成最少6人死亡 幾十人受傷 禮巴嫩總理米卡提敦促民眾保持冷靜 不要捲入騷亂 同時宣布星期五將會為槍擊事件中的遇難者舉行公開哀悼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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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